大家好 我們再來收看的是暗黑體台 今天要帶給您的是 今年中華職棒的熱身賽總評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0號 今年中華職棒球季即將在3天後 也就是3月13號開打 而季前熱身賽只剩下今天晚上的最後一場 樂天對富邦的比賽 而其他3隊的熱身賽已經告了一個段落 那今天我們會先針對魏全龍、忠信兄弟、統一師這3隊的熱身賽表現來做一個總評 至於樂天跟富邦這兩隊 就等今天晚上最後一場熱身賽的結果出來之後 會再做另外一集 那在下一集我們也會做一個5隊的總結 那今天我們就先來看看這3隊在熱身賽的表現吧 那在開始之前請先別忘了訂閱我們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打開全部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就來看今年首次加入一軍賽場的新朋友魏全龍隊吧 總計8場官辦熱身賽獲得3勝3敗2合 帳面上的成績看起來還不錯喔 在熱身賽是排名第三名 不過熱身賽的戰績都是僅供參考啦 主要還是要看球員的調整狀態 在魏全龍投手的部分 備受矚目的王維中在官辦熱身賽是只出賽了一場 先發投了3.1局掉了5分吞下敗投 但仍然投出了7次三陣以及一次的保送 在控球上看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直球的球數也都還不錯 都大概在150公里左右 目前看起來王維中應該就是投開幕戰的唯一選擇了 因為在羊投的部分 魏全龍目前是只有田澤純一跟五朵有出賽 其他羊匠都還沒有辦法上場 那這兩位現階段都是被葉總定位在中繼後援的角色 老面孔五朵的表現其實比我預期的還要好 三場的中繼出賽投了6.2局 並沒有掉任何的分數 投出了5次三陣只有一個保送 現階段來說魏全的先發人選其實是有點吃緊 在官辦熱身賽期間一共讓五位本土投手先發 目前看起來只有王維中跟徐若希是比較穩定的 而在先發羊投還無法上場的情況下把五度先放在先發的位置頂著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而田澤純一出賽兩場也沒有掉分數 球數是有提上來一點的 但令我比較擔心的是 兩場面對七名達者並沒有投出任何的三陣 以一個終結者來說 三陣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也有可能是樣本數比較少啦 那其他投手的話 呂尾城的表現算是不錯的 熱身賽出賽4場 各投了一局並沒有掉分數 看起來是目前流鋒中比較值得信任的一位 投手的部分總結 一共有24位選手出賽 團隊防禦率4.37 WHIP1.29 三陣率15.2% 保重率6.8% 再來看野手部分 捕手這邊算是衛權隊慘不忍睹的一塊 五位捕手一共26個打出 只有劉思豪打出一隻暗把 總共被三陣了11次 兩位預計在開季輪替一壘的五隊攝影機出降臨 35個打出只有四隻暗打 打擊率也只有一層出頭 而且加起來被三陣了18次 18次耶 超過一半的打出都被三陣了 所以這兩個位置是目前衛權隊在打線上面比較傷腦筋的 至於其他表現比較亮眼的是 李凱衛 曾傳生 郭天信這三位 李凱衛是目前衛權隊第一棒的首要人選 打擊三位來到3x93 4x52 5x36 跟其他四隊的開路先鋒比起來毫不遜測 五次倒壘是目前熱身賽最多的 曾傳生的打擊率也高達4成 並有4次的倒壘 跟李凱衛組成雙箭頭的話 相信會給其他隊不小的壓力喔 外野手的話 郭天信是表現比較穩定的 打擊率3成 上壘率4成 獲得4次保送也是全隊最多的 野手這邊總結 一共有23位選手出賽 平均打擊三圍是 2x12 2x9 2x95 2次全壘打 18次的倒壘 兄弟隊洋將的部分 熱身賽有出賽的是去年的投手三冠王 德寶拉以及萊芙利 德寶拉小智身手 三場投了9.2局 表現算是中規中局 萊芙利倒是比我預期的要好一些 原本想說他可能會是備胎的人選 雖然說其他洋將人選還不能出賽 也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但他投了9局只掉了3分 並有6次的三陣 但WHIP是有點偏高 還是要注意一下 兄弟在熱身賽有先發紀錄的只有4位選手 陳虎應該是還會繼續在二軍磨練啦 所以開季的先發輪值應該會是2名洋將 再加上鄭凱文 以及廖宇忠兩位本土投手 鄭凱文從中繼轉先發 調整的算是相當的不錯 雖然最近3個球區都是用中繼的身份出賽 但他在中職生涯的前4年都是先發投手 算是還有一些經驗 熱身賽投了5局只掉了1分 投出4次三陣 防禦率1.8 WHIP1.0 都十分不錯 廖宇忠的狀況也調整得比我預期要好 已經沒有看到去年那種迷航的狀態了 算是稍微安定一些 但以往兄弟引以為傲的中繼後援部分 目前則是令人擔憂 李正昌看來是還沒有調整到最佳狀態 而去年的中繼王吳俊偉更慘 熱身賽投了4.2局 防禦率高達9.64 而令人比較驚奇的是謝榮豪這位選手 我原本以為他會逐漸被年輕選都取代 然後就慢慢的彈出一軍 今年狀況彷彿回春一樣 熱身賽初賽市場沒有掉分 WHIP只有0.27 更令人驚訝的是 面對11位打者拿到了5次三陣 三陣率高達45% 究竟他是失了什麼魔法啊 而謝榮豪的撅起 剛好也可以頂替鄭凱文轉先發之後的牛棚空爵 這邊投手總結 一共有24位選手出賽 團隊防禦率5.55 WHIP1.61 三陣率18.8% 保送率10.3% 野手部分算是比較不令人擔心這一塊 捕手高宇傑是持續的低迷 去年的主戰捕手陳家居目前還無法出賽 還好林明傑這時候跳得出來 熱身賽攪出了3成以上的打擊率 其他主力選手的部分 只有周思琦稍微差了一點 打擊率只有一成多 但是陳文傑的表現卻相當不錯 打擊範圍來到3x75 3x85 5x42 而且他的腳層跟手臂都算是不錯的 只要打擊有出來的話 就是一位很好用的選手 而如果陳梓豪的場打依舊沒有起色的話 陳文傑就很有可能會取代陳梓豪的先發地位 野手這邊總結 一共有23位選手出賽 平均打擊三位是 2x92 3x44 4x01 3%全雷打 3次到了成功 投手這邊 去年的楊頭三本柱 目前只有布雷克有出賽 新楊頭菲力士中繼出賽了一場 只投了2.2局 備受期待的古林瑞陽 熱身賽又被強襲球擊中 再次受傷 年輕的姚傑鴻獲得了一場先發機會 表現還不錯 有可能有開進一軍的機會 其他先發輪值 應該還是要靠去年的兩位本土投手 獅子謙跟江晨彥 牛棚的部分 去年吃最多局數的黃俊彥 目前還無法出賽 不知道是不是去年投太多的緣故啦 另外傅鴻鋼 他在熱身賽的表現十分亮眼 出賽三場投了三局 全部都三上三下 並且有4次的三陣 沒有保送 統一的投手總結 一共有23位選手出賽 防禦率4.13 WHIP 1.38 三陣率14.3% 保送率8.4% 野手部分 兩位主戰捕手在彼此競爭之下 在熱身賽的表現都十分的出色 去年奪冠攻城林戴安 打擊三圍4x29 4x44 5x71 而陳聰宇更誇張 10個打數有7隻安打 打擊率高達7成 教練團現在要煩惱的是誰要先發的 一壘手的部分高國慶沒有上 但吳傑瑞攪出了5成的打擊率 陳庸基也佔了幾場一壘 打擊率也有3x64 新球技應該會是主戰的先發一壘手 而中生代的鄧志偉跟新秀姚宇翔 表現也都不錯 但位置很少啊 個人是希望其中壘位能夠有機會在壘軍出賽啦 二壘手這邊去年的金手套林靜凱則是獻祝的低潮 15個打數 終於在最後一場熱身賽 擊出了第1隻安打 另外外野三軌之一的蘇智傑 狀況也不好 目前也是15之一 不過統一的外野算是兵源充足 比較不擔心的 只是延遲可能會稍微下滑一些 我倒是覺得 如果狀況不好的話 可以先下二軍調整啦 讓其他選手有機會可以出賽 外野手這邊鄭凱文、羅國龍、邱志成在熱身賽的表現都不錯 其實可以給他們機會試試看 畢竟三軌在那邊 機會已經很少了 還有唐兆庭跟潘武雄 一軍的空位真的是不多 野手這邊總結 一共有33位選手出賽 是目前五隊最多的 平均打擊三圍是 2×72 3×5 以及3×93 4隻拳壘打 64的倒壘成功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那下一集我們就會針對熱天跟富邦這兩隊 以及5隊一起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然後今天我要問你的是 你覺得林安可今年會有幾隻拳壘打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並選擇接收全部的通知 按讚並分享給你身邊所有關心體力的朋友 我是老王 我們下次見 對 你在吃 著是 你